避訪豪宅和往常一樣 警衛很認真 無論是來施工還是訪客 都一一詢問 向這位先生來訪 還要通報一下警衛室 確認住戶有沒有這位訪客 停車要停哪裡 這麼優質的豪宅 卻出現映招外送妹 住戶聽到消息 都顯得很低調 隔壁就是名人富豪當鄰居 包括鴻太集團林玉玲家族 台灣首富郭台銘 鼎心集團魏映嬌家族 一人小S全都住在這裡 要享受優質隱密的保護 每個月管理費就要兩萬多塊 除了大門至少兩名警衛 豪宅周邊24小時都有攝影機監控 就連住戶要進入車道 搭電梯都得刷卡 而且只能搭到自己的樓層 門禁看起來很森嚴 但住戶表示那都是針對外人的啦 有帶過年輕的小姐上去嗎 住戶先跟警衛說好 訪客只要叫得出名字住哪一樓 什麼陌生人應招小姐 都有專人帶您上樓 直到住戶的家門口 萬一住戶個人行為不減 即使名貴不可侵犯的豪宅 也會出現百密遺書 專輯秀才能夠來自特別報導 好地堡的門禁其實是非常森嚴的 在之前向我們的記者要去採訪 事實上都是不得其門而入 因為都會被這個警衛給擋下來 我們看看這個地堡 它有所謂的三層防護 第一層是社區大門 它有設安全監視器 有保全在負責監控 那另外還有第二層 你要過得去樓管的秘書 也就是什麼呢 他負責什麼呢 就是說住戶在出現之前 樓管秘書會一直跟隨著訪客 電梯樓層會管制 那電梯卡只能到達 那個住戶的樓層而已 好再來看第三層 住戶家門口前 它一樣也有管制 因為你必須要通過 所謂的紅墨辨識系統 那看到這個有這樣的層層的把關 那麼這個當然 也吸引了很多的名人入住 因為覺得說在這裡的隱私 是可以獲得保護的 過去我們曾經談到過 這個地堡也列入了 所謂的亞洲的 前十大豪宅的第九名 被選出來是第九 那這個其中呢 就有人說 其實在這個裡面很好 是因為呢 不容易被這狗仔拍到 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這個價格 其實從06年的 平均單價 一瓶95到100萬呢 現在是一瓶 180到200萬元 每戶已經是 2.5億元起跳 那每戶也至少有 百瓶以上 在裡面有入住的 這個名人 或者是甚至在這製產 他不一定住在這裡的 其中包括 宏太集團的創辦人 林玉玲家族 台灣首富郭太平家族 頂興集團的魏家 國民黨榮一舉是連戰 以及藝人小S他們家 光晴我們來講一講 就是說這個地保 其實很多名人非常的喜愛 也認為是說 能夠在這製產的話 它是一種地位的表徵 但是現在發生了這個事情說 疑似也染黃 這個的話到底會對於 這個地保的民生啦 或甚至他實際的這個價格 會不會造成一些影響 我覺得地保給人家感覺說 可遠觀不可洩萬煙 那以前我們記者要採訪都進不去 那現在的那個感覺是什麼 記者進不去 但是妓女進去了 他過去呢 就是給人家感覺說 安全上做的滴水不漏 你講那個層層關卡 我們當初要去採訪 除非有記者他聯絡到裡面 已經入住的住戶 那他可以安排 否則的話 你就在大門口 那個是沒有辦法進去 那你現在就突破了 尤其是他有些關卡 還要鴻魔辨識 此卡現在已經在地保裡面 不新鮮了 那唯一的破口 我想今天媒體有提到就是說 你如果住戶本身 你從第一關或是第二關 第三關你自己出來帶 那個所謂的應召站的女郎 就變成你的朋友了 而且是親密的朋友 然後或者是你請你的庸人 或是司機來帶 就很順利就可以進去 當你想像之後 你住到那邊不是離群所居嘛 你總會有朋友嘛 所以把他當朋友帶進去 那這樣的一個地點 為什麼大家這麼驚訝 因為他除了是地保 十大豪宅 那還有就是說 安全上滴水不漏 另外我講幾個地點 大家比較一下就覺得 不是那麼意外了 過去大家比較常見就是 五星級飯店 當初報導五星級飯店 甚至有發生那個 有味果袋在裡面 疑似被仙人跳 有吸毒 也有這個應召女郎進去 這個事情鬧得很大 大家想說也是 某個五星級的這個飯店裡面發生的 那時候大家非常輿論華藍 後來又發現說 五星級飯店已經不夠看了 那過去就是說有些政商人士 他們會招待所 在私人招待所 那什麼勾當都有啦 甚至也不堪在節目中講的 那後來就是說 過去總統府鬧過匪文案 那個匪文案是怎麼來的 就是你當官的 你請你的秘書 那個秘書就是等於說 過個手就是有他的訪客 要帶螃蟹進來 要找他 那個螃蟹是很珍貴要提給他 那就這個秘書就全權處理了 所以當時候登堂入室 是連總統府都進得去 你會覺得就是說 那這樣的一個事情發生在私人的 雖然他是豪宅 也不為怪 那這一次的這個古董章 不是古董章 古董章我們等一下可以講 這個楊法官 也是我叫他古董楊法官 他的這個發生地點很諷刺 從他這個案子政體中央一爆發 我們就說諷刺在哪裡 在他那個讀書樓 讀書樓裡面 然後聽說 我在媒體描述說 除了那些古董之外 還擺了一張床 而且他強調這個情調的 就是說 還要跟這些小姐先暖身 就是說你這個小姐呢 除了臉蛋好 胸部大之外 你還要可以大學畢業 然後或者是你的氣質 是可以有社會歷練說 可以跟他這樣先彈琴 就琴琴舒嬅一番 然後那個feel來的時候 然後在正常的一個情況之下 為什麼說正常 就是他們有什麼怪癖 他們有那些什麼SM的那些勾當 就是說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那小姐還是覺得說 哎呦 這個是一個好客 所以在這種互動之下 你會覺得說這些人 因為是法官的關係 這些地點 那包括那個地堡我沒去過 但是那個仁愛宏喜我去過 就這個古董楊法官呢 他就是在這個仁愛宏喜 他也是台北市的十大名才 對 但是他是比較老一點的名才 因為我們那時候記者是怎麼進去 就是那時候 吳伯雄跟連載 吳伯雄跟宋楚瑜 他們都要爭這個省長的參選的權利嘛 那宋楚瑜就有一次就是 要進到吳伯雄家裡 因為吳鴻林老先推著輪椅坐在旁邊嘛 那這個吳伯雄那時候也很大方 他就開放就是說 請記者就是全程 就是他們在的時候 我們也在旁邊 他們進去 哇 好像這個進了大觀園 因為我還記得那個吳伯雄他們家 有一個好大的那個水族箱 只養紅龍 那紅龍都說 聽說是一支一百萬的 所以有那個印象 然後我還在那邊 少數進出的時候 還看到趙耀東 那還有看到這個 沒有看到 但是聽說是許水德住在那邊 那很多名人也住在那邊 那這個養法官他現在對的比較準 因為仁愛鴻喜 再加上他有人說他已經搬出去了 仁愛鴻喜就是屬於這個 養法官的這個事業範圍內的 但是地保 聽那些房仲業者講說 地保很多傅太太都很擔心 因為地保人數比較多 那到底是誰總有人吧 那樣印招業者那些小姐都招了 他們有名冊 總有你們地保的住戶 那所以人人自為 就是傅太太人人自為想說 會不會是我老公 會有這個效應產生 但是其實像我們這樣 這個很奇怪 就是這個法官呢 他這樣實在是太特別了吧 因為呢 一般的這個名人 應該是非常注重隱私的 那就算呢 你可能會被這個印招女 給認出來好了 但是我們如果用合理去推斷的話 總應該是心照不宣吧 但是這一位法官呢 就太特別了 他居然還會去訂名片 而且還會說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來找我 這點我就覺得很奇怪 謝委員 是不是也可以談談 你對於這個事情 你的看法 我想 可能這個楊法官 他有特殊的癖好 也說不定 不過 不是可能是一定有 但我想就法制面來討論一下 他這個地這個名片代表什麼 我個人認為說 他可能知道 他這樣的行為 其實並沒有違法 我們都知道我們台灣的社會 畢竟還是這個罰倉不罰嫖 這個當然是很 其實不太合理的現象 不過社會秩序維護法 他有提到 就是說如果你有這個意圖得利 就是在賣的 與人這個監訴者 就是說 所以楊法官給他這個名片 而且他有跟他嫖 他其實沒有違法 這個是有點奇怪 像我們新聞潮那麼大 又第一包 又法官 可是這個行為本身 就法官的角度 他是沒有違法 當然很扯 法官還做這種事 因為法官守則裡面 法官應保有高尚品格 謹言盛行 連結致辭 那當然這三個就 跟這三個這個條件 就天差地遠 還在古董房裡面做這個事情 我現在只想提醒大家 當然我覺得這個議題 當然是很新鮮熱蠟 可是在法制面 我們要注意到 四字六六號寫實 又要是說什麼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一條 社會秩序維護法 他是九十八年十一月十六號做出解釋 再兩年就要失效了 就是在明年的十一月 這個罰倉不罰票 就要失效了 所以這個對我們行政單位來說 其實是很困擾一個問題 因為這個當初是說 你違反這個法律平等原則 因為賣的就違法 買的就買春就不違法 所以說這個兩年以內就要改 可是這個怎麼改 就變成我們現在政府很重要的議題 就是說如果你完全取消掉 那您剛剛講的 今天我們討論前半個鐘頭 這麼多這麼激烈的討論 全部都合法 那你也不用再批評地寶什麼 地寶跟計程車上跟MOTEL 對整個社會價值或法律評價來說 全部是一樣的 所以我是要呼籲就是說 當然這個話題是很有趣 但我想把它拉回到法制面 就是呼籲我們政府就是說 今天有四字六六六號解釋 然後以後都不罰 但是都不罰你要有什麼樣法律配套 是不是要設立專區啊 比如說以後在地寶隔壁設個專區 或者是說在哪裡設個專區 你不這樣設的話 我覺得台灣的社會風俗可能風氣 還是會受到重大影響的 好我們看看啊 這個移民署破獲的這個印招站呢 媒介大陸女子到台灣來進行性交易 就沒有想到呢 一查出來了一個案外案 就是前高院的這個法官楊秉珍呢 他居然是常客嘛 那麼這一位呢 他偏好學生型的 直接叫小姐到自己的這個古董 收藏是交易 那當然呢 其實他有這個特別的癖好 還跟人家去談他的這個古董等等 年過半百體力可是不輸給年輕人 古董多到開轉覽 談起自己的收藏 前高院法官楊秉珍眼神發亮 應召小姐形容她是最有品味的客人 楊秉珍為了炫耀收藏品 每次都叫小姐到她台北市 仁愛錄的紅喜豪宅交易 選在自己的古董收藏室號稱讀書樓 楊秉珍自封樓主 一邊欣賞古萬一邊享受 楊秉珍偏好清純學生妹類型 年紀要求23歲以下 價碼一截8000元起跳 習慣和小姐聊天之後才開始性交易 因為都是熟客 每次都是買三截送一截 一次性交易就花了24000元 雖然年紀超過半百 但體力卻不輸給年輕人 應交戰打著蘇航美女上天堂 宅配道府任君跳了口號招攬客人 旗下小姐除了年輕貌美 談吐氣質還要出眾 才能迎合這些法界政商界的高級課程 中天秀年屋組許少平台北綜合報導 對於這個事情 監察院在今天早上通過彈劾楊秉珍 監察院方面表示楊秉珍多年來 都有召集的行為 甚至在上班的時候她居然也召集 長期的經營古董交易買賣 而且又經常的賭博 因此整個為師的情節重大 就以13票對0票全數審查委員同意 通過對楊秉珍的彈劾案 移送公務人員懲戒委員會來予以處理 我們馬上回到現場 謝謝大家